現在新的總統剛剛上任 他的政府還在組建 所以一切 就是說 台灣政府這邊都會保持著 這個沉著 應對的方式 來看待這一次的 進展 我覺得不管是哪一個 候選人當選 台灣都要質問說 我們對於自己的國家安全 有沒有做夠多的努力 有沒有還需要 做更多的地方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每一次美國有新的總統當選人 當選的時候 大家就會去思考同樣的問題 就是他的政策會不會變化等等 但是從這 這幾年看下來 美國的對台政策跟對中政策 其實是相對穩定的 那基本上國會的共識 也是非常一致的 所以我們認為說在 未來可見的一段時間裡面 不至於有太大的變化 是真的 人家的幫助 就算你 對 決定 被登場 已經 按公開了 我